中国跟泰国的文化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和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要说起来是很多的 今天我想谈一谈中代文化差异的原因 原因有很多 主要有三点 一个是在历史上的差异 我们知道中国是有历史 五千年文字的历史 中国讲上下五千年 在以前有夏商周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 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 到现在又是两千多年 在这个历史当中呢 我们知道秦始皇建立了 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的统一的王朝 所以秦始皇建立了中国以后 我们有汉隋唐元明清 到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 对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有很大的影响 在秦始皇 秦始皇来讲 他有对社会 对政治有很多的改革 有著名的四大改革 第一个是俊宪治 第二呢 书同文 统一文字 第三呢 是统一度量衡 一法度 第四 车同轨 在这里头 这四项改革 对中国两千年的文化 有很多的影响 文字 我们 他就是把 在各个 中国春秋战国时候 分成很多的国 小国 他的文字用的是不同的 秦始皇 他书同文句用秦城 秦国以前用的小传 在全国来用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方言 写同样的文字以后 他就是基本有上海话 广东话 湖南话 北京话 各个方面发音有差别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改革 对我们后来的文化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另外 这个 在历史当中 在各个朝代 我们就有很多的英雄人物 在中国 像宋朝 我们有岳飞 杨家将 我们最近还电影 花木兰 这些都是中国的 离朝代的这种英雄 我们建国以后 也有英雄 像我们现在以前 徐吉雷锋 这个我们的方 所以每一个时代的发展 中国的物件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文化 产生了巨大影响 泰国我们知道 从文字记太族的统一个王朝 就是苏卡泰王朝 完了阿异托耶王朝 吞吾利王朝 到曼谷王朝 这七百多年的历史来到 在那之前又有高明帝国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时期的泰国有很多自己的民族英雄 有很多的文化的改革 比如南冈坑国王 他就实行 一个是统一了泰国建立一个统一了太族的这个国家 另外他创立了太义的文字 所以泰国现在用的这个文字 就是这个南冈坑国王的创立 所以在这个时期 我觉得这个历史 中国的历史 泰国的历史 不一样 所以对中国的文化 也有影响 对泰国的文化 所以产生中泰文化的一种差异 第二点我觉得差异的原因 就是这个中国跟泰国这个地理的影响 中国呢 我们知道 中国的这个地理情况是一个西高东低 这一个台阶式的 这个台阶式的有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 那就青藏高原 这个有在五千米以上 在这个影响 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属于黄土高原 中国的内蒙古高原 云贵高原 这是第二个台阶 是两千米以上 第三个台阶 就是中国在这个东部了 这些平原 三大平原 华北平原 中国的长江下游 中下游的这个平原 这都是两百米到五百米的 这三个台阶式的 形成了中国西部 我们中国最高峰 朱姆拉玛峰 那八千八百四十八米 在那儿 就在青藏高原上 是中国跟 尼泥布尔交界 所以这个地理上的位置 形成中国所有的这个河流 那就从西往东流 我们经常讲 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个它就是这个地理位置造成 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形成另外 也形成了中国的这个河流 中国最有名的河流 第一条大河 那就是长江 长江六千多公里 第二条大河 黄河在中国北方 这个是五千多公里 这两条大河 它是从右西往东流入大海 黄河流入了渤海 长江流入了东海 黄河流入了黄海 这样呢 它都是东边 中国就是西边高山 中间平原 东边呢 是大海 我们中国的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形成这个中国的地理 那这个形成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河流 我们从长江黄河 中国的母亲河 为什么讲它是母亲河呢 中国的文化的起源 发源 我们可以看历史来讲 这个黄河 阳岸的城市 最西边是西安 是中国第一个 这个首都古都 完了 秦朝 汉朝 唐朝 首都都在西安 再往西洛阳 我们看洛阳 有白马寺 有这个龙门师库 再往东 那就到了东京 汴梁城 宋朝 是吧 我们看是由西往东的发展 另外呢 北京 那就是中国的元朝 明朝 首都现在 中国人民共和国 我们心中首都 也在北京 南边 你看 长江 那叫南京 我们知道 重庆 南京 武汉 上海 都是在 长江这个流域 包括杭州 这里也很近 所以中国的这个地理对中国的这个文化历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来影响到中国的一些习俗 泰国呢 我们看看 泰国的这个 泰国这个地形呢 是北高南地 泰国有四大 从地来讲四大区 这个各位都是泰国老师都很清楚 北部 那就是山地 他能通灾山脉 坤丹山脉 那都在北边了 是吧 呃 中间 那就是 梅南河 三角洲 平原 这个梅南河 三角洲平原 是泰国 称为是 梁仓 是吧 完了 东北部 那东北科勒高原 南边 是半岛的丘陵 是吧 丘陵里面很多 美丽漂亮的沙滩 泰国的旅游圣地 就在这 是吧 泰国的这种地形 我们看泰国的母亲河 梅南河 梅南教派亚 他就是从兵王永难 四条汇河 到北南坡汇成 你看周围 泰国的历史的发展 苏格泰 阿异托耶 曼古王朝 你看从北往南 所以梅南河 他是泰国的母亲河 就像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 所以他也对泰国的这种历史文化 有重要的影响 所以第一 我觉得 你看我们经常会出现 有一些 词汇上会说 不到黄河不死心 那指的什么呢 不达目的不怕休 黄河难得将岳飞 北上恢复北宋 所以这个 我们还有说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等 这些影响 这个地理的影响 第三个 那就是气候 季节 气候季节 对这个中泰文化的影响 因为这个地理位置 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季节 跟气候的差别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南北 中国一共是960万平方公里 这个国土 还有300万的这个海域的墙 国土辽阔 那从北边 最北边我们是黑龙江 北边黑龙江的中线 中国的国 一到南边 到南海的曾母岸沙 5500公里 东西的宽呢 是500公里 造成了这个 这个有很大的季节 就得反差 好比说 这个东北黑龙江 它已经雪花漂浮的时候 那这海南岛 我们广东呢 还是花四季花开的时候 像春天一样 夏天一样 这个东部 我们这个渔民出去捕鱼了 我们西边 这个新疆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 还在睡觉 所以这南北的跨国 这就产生了什么呢 季节 中国有四个季节 春夏秋冬 春天夏天 秋天冬天 那三月一直到六月 这时候春天 春暖花开 我们看春暖花开 那夏天呢 这个七八九 这个夏天 是炎热夏云 秋天到九月份 十月份 十月份到秋天了 现在北京 我们是秋天 中国说秋季 那是天高气爽 觉得非常凉快 而且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收获的季节 秋天 冬天 那就到十一月底 十二月 一月二月 那中国这个漫长的冬天 冰天雪地 怎么冰天雪地呢 在春节的时候 我们知道 哈尔滨的时候 零下四十五度 这个我们南方 广东 海南岛 那还是鲜花 到处都开放 所以春节我们去 看什么 冰雕 冰雕 所以这样的一个季节的差别 所以中国 对中国 衣食制型 文化 影响很大 比如衣服来经 是吧 那一定要四季的衣服 是吧 你到春天穿什么衣服 你不能穿蜈袄 那不行了 到夏天 秋天 现在就开始穿毛衣了 冬天 除了身衣 还要穿上外衣 还有皮衣甚至 大衣 戴衣 皮帽子 对不对 但这个季节 温差 差别 泰国呢 我们看泰国 泰国 我们各位老师都在泰国 很了解 泰国是三个季节 热季 雨季 凉季 现在 马上 要进入凉季了 雨季快结束了 但是雨还下着呢 但是泰国这个雨季 三个季节 温差不大 平均温度 27度 28度 泰国的 凉季 我就用凉季 但是泰语就是 热都脑 中国也叫热都脑 中国的 热都脑 我翻译成是 冬季 泰国这叫凉季 为什么呢 你要说冬季 中国人 中国就觉得 哎呀 你这个下不下雪啊 河里头是不动不动兵啊 首先就这样问 这个差别的影响 泰国这个 我来泰国 这次已经十三年 到工作工作 感觉泰国这个季节 一年四季啊 温暖如夏 如夏为什么呢 炎热 最冷的时候 现在冷 就穿一个 长袖衬衣就可以了 平常也都是 所以 所以只能是 有泰国朋友说 傅老师啊 我们是两个季节 是热 热 和很热 这个我觉得 这个反映出来 这个季节 我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文化差异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原因之一 比如说 刚才讲了 中国四季 有衣服 泰国人呢 这个过去 帕靠妈 也是 还有 统群 这个就可以了 你 穷的时候 这一个 这个 大的御部 这帕靠妈 都可以解决 这个 出去 做衣服 一围 洗澡 等浴巾 是吧 睡觉当床单了 但中国人不行 那冬天冷 那我在北大说给上课 晚上有时候 那个七点的 这个有一门课 到九点之前下课了 那站到外边 没两分钟冬天 凉的头心 就像没穿衣服一样 很冷 那差 但泰国 它一年四季后温暖 所以 泰国我觉得 这个校服 你看 它有两套 三套 可以换洗 中国这个校服 各位老师 一直不能适应 全国的校服 为什么 它哈尔滨的 北京的 北京零下17度 冬天 对不对 那广州 冬天 它就没那么冷 是吧 这个校服 它没法统一 所以这个 来讲 这个 季节 气候 是我们文化差异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原因 比如说 到泰国人家里 要脱鞋 今天脱鞋 也在中国人 在北京 也在北京 要付老师 清洗进屋 进来 不用脱鞋 我们也没脱鞋的习惯 为什么呢 脱鞋太冷 一会儿你就感冒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很多的习惯 它就跟这个气候 是有关系的 是吧 再一个 第三个大的 这个中泰文化 这个差异 我觉得 这个种植 这个中国跟泰国 应该主要的是农业国家 农业国家 农业国家 这个农业国家呢 这个我们的城市人口 还是不是多数 在发展当中 中国的农业 中国你看 它是以长江 来制奔 秦岭 这位界限的南北 那北方 我们来讲 北方种什么 北方主要是以小麦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高粱啊 玉米啊 大豆啊 在北方 南方 我们讲南方 这个秦岭 长江 以南 这叫南方 以种大米为主 当然其他也有一些 别的作物了 对吧 但是以这个为主 那这个生产这个东西 所以就看出 中国人 这个生活当中 泰国呢 泰国也是一个农业国家 我们刚才有四大区域 这个中部 这个梅南河 三角洲平原 是泰国煮大米的粮仓 泰国大米出口 全球第一 而且泰国的大米 最好吃 在中国 大家看到很多超市里 都卖泰国香米 你看 所以这个 泰国以产的大米为主 当然东北部 泰国有一些糯米 北部也有一些 但是不是主要 中国分南北 所以这个 以这个南北的农业 这些种植 跟这个饮食就产生了 直接的关系 中国北方吃什么呢 面食为主 变靠撒里 那就吃包子 面条 烙饼 这个是我们北方主要的 这个吃的这个 这个南方呢 吃大米为主 大米饭 但也有米粉 将泰国的米粉归铁 那就从潮州人 带到泰国来的 是吧 包括 撒拉包啊 可能这些呢 我觉得就是南方 中国南方做的是 大米为主的食品 是吧 所以这个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饮食 这个种植 所以我们 这个讲中泰文化差别 有很多相同 很多差别 我觉得 这个三个原因 我们是主要的历史 环境 地理环境 还有农业的 种植产品 中国你看 中国吃苹果 过年过去要一个苹果 平平安安 泰国呢 橘子很多 要送你送 吉利 斯里蒙昆 是吧 这就是很多的 差别不同 是吧 还有呢 下面呢 我将给各位老师 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有这些原因 造成了 这个中泰文化当中的 不同 那反应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 除了刚才也说到一些 还有集中的 我觉得反应 一个是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来讲 有相同的 我们讲一统 相同的 中国跟泰国都信仰佛教 为主的国家 泰国 佛教是国教 92%的人都信仰佛教 泰国用佛教 你看泰国这个佛力 用佛力 这个泰国国王 那讲法 宪法规定 必须是佛教徒 所以这个佛教对泰国的这个影响 泰国一般男的 按来讲 一生当中要有一个机会出家 可能长短 没关系 一周也可以 但是 这是佛教的影响 中国信仰主要的是什么呢 如是道 一般汉族人来讲 当然中国也有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跟泰国一样 那这个不是主要的国家的宗教 中国主要的 如是道 如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儒家思想 台上讲的 孔子 这个儒家思想 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佛教 我们叫 佛教是在 这个汉朝以后 唐朝 传到中国 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很大 佛教很像三古 这个西游记里 唐僧取经 那就是这个 后来我们有道教 道教 中国的佛教 如是道来讲 有两个是中国的 本土的佛教 佛教是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 但是中国的 儒家的思想 跟这个 道教 是中国土生 老子 道德经 这个是对中国 我来讲 就是说 它差别在哪呢 儒家思想 讲究 忠孝仁义 要忠君 报国 那这个人 对中国人来讲 我们就出现了 岳飞啊 杨家将啊 这些都是 还有孝道 这个儒家思想 要做孝子 你要是找对象 得问 如果他这男孩子 不孝敬父母 这不可以 找得来 做丈夫的 这个是作为中国来讲 非常讲究的一个 要孝敬父母 还有忠心 这是儒家的思想 忠庸 还有 不偏激 再一个就是从这个佛教来讲 就是要善得善貌 积德行善 是吧 做好人 将来你可以升天堂 这是一个 这个道教讲的是讲 阴阳平衡 自然界的结合 是吧 所以道教叫成仙 最后你做好 要成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八仙过海 是吧 所以中国的这个 这些泰国是佛教 所以这两个 对我们中国泰国的文化 影响很深 有什么差别呢 比方现在 大的是一样的 差别 第一 中国信用是大乘佛教 马云 泰国那小乘佛教 很那云 就是一个叫北传佛教 一个南传佛教 中国这北传佛教 从印度传到中国 后来到日本 越南 韩国 这都是大乘佛教 北乘佛教 泰国是南乘佛教 柬埔寨 老挝 泰国 这都是 这个小乘佛教 这一个是差别 第二个 从这个教义上 有差别 大乘佛教 讲呢 这个 普渡众生 要拯救别人 救别人在最后才能成成果 泰国人讲的是要自我修行 你自己先做好了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 这个就一种不一样的 再一个是中国 如果我们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寺庙里 跟泰国寺庙里来看呢 那是不一样的 你要中国的寺庙 你看到我们 你去少林寺也好 五台山的也好 他一进那个大雄宝殿 中国大雄门 是三个佛像中间 这个讲 但是泰国呢 只有一尊 中国除了这个三尊佛像 完了还有讲中国叫多佛论 还有菩萨 观音菩萨 叫麦观音 是不是 另外我们还有济公 等等这些 还有罗汉 有十八罗汉 三百罗汉 叫罗汉 我们最值得少林寺里 罗汉 泰国朋友可能比较熟悉 这就是中泰 从佛教上的差别 还有一个差别 那么细的可能 今天就没有时间说 这个和尚出家 中国人这个出家 当了个人 基本上要终身来出家 泰国这个呢 比较随意了 长短没关系 这是在心里 这个泰国的佛寺在哪呢 泰国的这个洒 有木板 在这村庄里曾经 中国的这个 这个洒 佛寺在哪呢 在山上 你看少林寺 我们看五台山 峨眉山都有 武当上面都有 那他这个是什么 很远 他叫四大节空 脱离 反正处世 不像这个儒家思想 入世 这个出世入世的差别 所以中国跟泰国 这个有个差别 再一个呢 中国的和尚要吃斋 泰国和尚不计口 不计口什么呢 泰国和尚 鸡鸭鱼肉都可以 你看他歪 我来吃斋 你有这个米饭 有什么 有红烧肉 红烧鱼都可以给 没关系 但中国这个和尚是不行的 只能吃素 吃斋 那这个素 这个吃什么呢 吃豆腐 吃青菜 这个是很大差别吧 是吧 我曾经也去过中国寺庙 泰国寺庙 我都去过好几个 比如 孙莫 我去个普普德塔 在那我待了一周 在跟普普德塔在谈 他知道我从中国来聊天 我再问他 那为什么 为什么泰国这和尚不忌口 可以吃这个 他小的说这个 傅老师你看这个佛经 佛祖教只是不杀生 从来就没说过 什么可以吃 什么不可以吃 我吃的只是为了 满足我这个不饿 维持生命 并没想美味 但中国这个人我也去问过 他中国扫林寺去过多次 去过又二十多次 跟那个方丈在谈 我说为什么 这个方丈他说呀 你要是不吃他就不杀 你吃他再杀 所以这样讲呢 应该是各有各的礼仪 我觉得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佛祖 那不管讲 我们来按照佛祖来去教会去做 那就是做善事不杀生 这是中台在这个文化 我们的节日 中国有在节日春节 端午节中秋节 是我们大的节日 泰国宋干节 还有这个水灯节 中国的中秋万外扒家 这两个节日 我们来看 差别反映出中国差别在哪呢 它相同的地方 有相同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们看 中国的春节是最大节日 我们都是节日 泰国的我们宋干 宋干节是最大节日 都是在他国家当中 一个最季节里头 最冷最热的时候 所以中国春节是最冷的时候 然后提出 太国呢是最热的时候 十三十四十五四月份 最热的时候 对不对 第二呢 这相同的都是为了送旧迎新 中国的春节是 所以我们要守岁 守岁一定 吃船员饭 泰国人呢 也是 satnam 这是什么呢 泼水就是洗涤旧的 有些新的 还有御佛等等 这些节日等等都反映出来 我们相同的东西 还有不同的 不同的什么呢 我们春节要就要有什么呢 打扫卫生 窗 贴窗花 贴对联 放鞭炮 还有吃饺子 吃团员饭 给红包 是吧 还有庙会 这是中国的春节 泰国的节日 湾怂干 是这样 有什么呢 洒水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到佛寺 拜佛 堆沙塔 放生 你看 泰国这是以佛教为主的 中国那是讲的 要团圆 一定要有吃团圆饭 所以中国一定要有 包饺子 放鞭炮 所以这两个在 在节日当中有共同 还有我们的第二个节日 中国的第二个大节日是 中秋节 中秋节 1月 9月 一定15 月圆 1片 泰国呢 老一根通 11月份快到了吧 是吧 那那个时候的泰国的 这个是水灯节 有一个水灯很漂亮 各种一样 我觉得真漂亮 完了到梅南河各个河流 穿着很漂亮一样 许个愿 是吧 而且那个都是 也是月圆的时候 所以相同的月圆 而且呢 都是凉快的时候 中国中秋也是最凉快 泰国这个 泼水 这个水灯节 也是 所以这是相同的 不同的 中国有是拜月 这个吃月饼赏月 那月饼 中国一个 这很有传说 而且圆圆的 是不是啊 讲究团圆 听奶奶给讲故事 讲嫦娥奔月 这是中国的 还有吃水果 一定有梨啊 泰国这个水灯节 也是有很有特色 它的服装 尤其是男孩子 女孩子 有朋友的时候 要许个愿 说许愿将来 我们相亲相爱 这个水灯 一直飘 飘 飘 不倒 如果这愿不能成功 它这水灯就烦了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在 这个民族节日当中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 这不同就反映出 我们的农业 我们的气候 所造成的影响 这个在习俗当中呢 实际还有很多了 今天可能就没有 太多时间来讲 在这个中国人呢 刚才讲我们 反映到习俗当中 节日 中国最主要的是春节 泰国的是送干节 在春节当中 中国有很多的习俗 我们应该了解 这在中国 中国一个 在春节中要有 贴年画 贴对联 吃饺子 放鞭炮 吃年夜饭 还有呢 拜年 这个 送红包 跟庙会 这些 一个就是说 在春节 一般的都是 中国的旧历年嘛 一般的是 现在的 一月底下是二月的时候 也是中国最冷的时候 所以呢 要提打扫卫生 要擦那一天 一定要打扫卫生 中国还有 提前过小年 二十三过小年 一定要有一个 外教 教 他把教 哭 送这个造网爷 上天言好 是回宫 见样机祥 完了这个时候 就开始要打扫卫生 贴这个对联 就知道 对联 一定要对 还有呢 贴这个年画 这年画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所见的年画 台湾 往往是有一个胖娃娃抱着一只鱼 为什么呢 胖娃娃 他都是有文化含义 胖娃娃呢 中国历来讲 多子多孙 多子多孙 全家福 就说 你有 爷爷一定希望有儿子 多几个儿子 还多几个孙子 所以 一个娃娃 胖娃娃 抱着一个鱼 这个鱼 为什么抱鱼 不抱一个鸡 和一鸭 别的 是不是 和这抱一个别的 因为这个鱼在汉语当中 好像鱼 鱼和 pongsiangga bra 和这个 勒金勒菜 勒金勒菜就是富语 胜语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有钱 越来越多 不是用官的 吉他的 有地 有房子 越多 勒金勒菜 所以说鱼 就抱着这个鱼 所以这个泰国人有时候觉得 为什么有一个胖娃娃 抱着鱼 就是这个中国的一种观念 有一种吉祥 这个还要吃饺子 放鞭炮 放鞭炮呢 就是赖 不疲 他这个 讲过去有一个鬼来 这人一放鞭炮 这个鬼就害怕 就逃跑了 但主要的是一个喜庆 一个声音 欢庆的这个生日 另外还有 这个 吃年月饭 就是年三十最后一天 一定要求全家 要团圆 所以中国出现 不管你出去在上海 在广州 四川 工作 如果家在北京 一定在年三十最后一天 关苏地 一定要回到家里头 一起吃一顿年夜饭 这个年夜饭 一定要鱼 有肉 这个就吉祥了 这个 如果我记得过去 我们有的时候回不来 那怎么办 爸妈妈还有放一个碗 一个盘子 等着他 所以每年中国在春节 这时候出现什么 春运 春节的运输 火车呀 要提前一个月 要订票 买不上票 大家都要赶回去 飞机票 所以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习俗 吃年月饭 还有呢 就是 出一的时候 那要给红包 晚辈要给长辈半年 有红包 所以 这个 另外呢 还有这个 庙会 东西有没有 联王 这个庙会 很多 各种小吃 有演出 有一种便戏法 等等的 我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 要去看 到 这个能吃到 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在这个庙会当中,这是中国春节,春节追求讲究一个团圆,家庭发达 泰国的这个重要的节日是松干节,闻松干,它是一个泼水,它主要的一个是泼水,我们还有拜佛,听经,堆沙塔,还有放生,遇佛,但也有一些演出,现在有这个,现在是松干节小姐, 这些泰国的这些习俗就反映了什么呢,佛教的影响,所以中国跟泰国传统节日的这个区别的差别,一个时候中国传统的这种要团圆,要家族兴旺,要热闹,送经忧心,泰国那也是送经忧心, 但是呢更有受佛教的影响,所以这个中国人有时候来这个旅游,他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沙塔呀,沙塔上面还要插上小旗儿,但是就反映了泰国人来做这个 他们的,这个跟中国的一种区别,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呃,中国的这些习俗当中呢,呃,也有些变化,就现在就是有想是过去的,现在有很多变化, 比如说,呃,这个,这个,结婚,中国人的结婚,一定叫出嫁,他要坐轿子,呃,不应该叫non-girl,代案呢,划脚,两人抬着,一边走一边唱,还有叫敲鼓,可能放鞭炮,还有,就不,他,这中国人,一定要,呃, 这个女孩走之前呢,还有哭, deserve it,表示,慎不得自己的父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泰国,这个,这个,结婚呢, me, I can't,是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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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这个,goy, me,这个泰国的这个,这个习俗,完了到了这个,家里的,还 tenho, 还有 金门银门 要给钱 中国这个是作教 还有过去呢 除了作教 还有一个 盖这个红布 要揭开 我们看到 这才能见到 因为过去来讲 女孩子在没结婚之前 是不能见生人 不像现在 现在又有变化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作教的少了 这个教改成什么了呢 做汽车 什么汽车 奔驰车 有的就是八辆十辆 它要成对的 这个扎着这个 也是浩浩荡荡 就是这个教子 变成了奔驰车 这个有些变化 所以这个 但是不变的呢 有一个要结婚呢 有一个宴席 要请人宾客来吃饭 要请长辈呢 所以我们也去讲话 这跟泰国一样 泰国 美罗特南 有新人要洒水 另外呢 这个 也有吃饭 但是华人的呢 可能是桌子 桌一桌的 这有些变化 所以这个结婚的习俗 中泰都有发展 这个变化呢 是跟这个 过去的呢 实际我觉得跟这个农业生产有关系 泰国的 中国的 但现在因为是社会的发展 过去的这个彩礼 结婚呢 还要彩礼 泰国也有 要彩礼 请少 要这个彩礼 要钱 过去呢 是要有钱 现在也是要钱 另外呢 现在也变了 除了钱 应该有房子 没有房子 这个女孩子也不愿意嫁给她 所以在中国 现在我觉得 结婚来讲 其实但是 对于新郎 很大的压力是一个 要有 要买房 买车 这个压力很大 但泰国呢 可能压力不太大 泰国我觉得比较好 不一定是要买房 中国是 没房不行 再一个就是说 中国这个传统 结婚以后 女方 到南方那儿去 出嫁 从自己的 爸爸妈妈的家 要到南方家里去住 跟自己的丈夫家里去住 要出嫁 这个也过去有讲 出去以后 多少天才能回来 将来不能随便回来 所以讲 嫁出去的姑娘 拖出去的水 这个是一个重男轻女 现在呢 有变化了 泰国 这跟泰国不一样 泰国是 古代结婚 那过去啊 那应该是 男的 到女方家里头 在女方家比较近的 盖一个高脚屋 不 热门 盖一半 泡卖孔 是不是 那中国正好是相反的 那现在我觉得在中国 有改变 他在农村有的还是 跟父母一起住 女的要到南方家里 在城市里头 很多都是 分开住了 他结婚以后 就单独有房子 所以这个习俗的改变 所以也给 不一样在过去 古代 那现在变了 也给新郎 他往往他就是说 先学习 大学毕业 先找工作 完了 攒钱买房 完了 再能够结婚 把新娘再娶进来 所以这是 在这个习俗上的一种变化 但是我觉得 应该 就是变化 还有一个呢 过去在古代的时候 中国是 父母 来包办婚姻 就是说 这个女孩子要跟谁结婚 不是她自己 而是爸爸妈妈 或者找一个媒人 来决定 有的就是说 在结婚 之前没见过这个新郎 没有见面 没可以给那 叫宝 没可以给那 但现在 这个变了 现在大部分都是 自由恋爱 在一起工作呀 开会呀 认识 慢慢的熟悉了 就产生爱情 爱了以后 就结婚了 但是在中国也有些 现在介绍 婚姻介绍所 泰国也有 这个是 这是共同的 另外我觉得 中泰可能还有一个 想懂得中国还有一个老年人 他也有除了给年轻人 老年人有些 他年老了 或者他的丈夫去世了 他的妻子去世了 他也 可以再婚 在中国过去 两千年来讲 那你是 嫁到 这家里 就是这家的 生是 这婆家的人 死是婆家的鬼 婆家个 曼公 媒婆 那生 他活着的时候 他在他家里头 死了也是这样 而且 不能改嫁 再过去 带安麦 是不好 受到人家觉得 要说他不好 那现在 社会变了 中国这个 老年人 他也可以 再结婚 离了婚 可以再结婚 所以这是中国 习俗的一种变化 在中国在这个 结婚习俗当中 出现 我觉得 时代的变化 有一些 自由恋爱 还有一个呢 也有的人 恋爱的快 结婚的快 离婚的快 也有 这种现象也有 这是我们所看到 觉得不好的 应该 比较应该 重视这个爱情 重视家庭的 现在 但是这种现象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这个外国西方的文化进来 对中国的这种 对中国的这种 这种习俗 也有影响 还有呢 出现跟跨国婚姻 跨国婚姻 中国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 这个女的嫁给了美国人 嫁给了日本人 也有呢 日本人跟中国人结婚这种 跨国的婚姻 这是在过去 如果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那是没有的 很少的 是作为这个中国父母长辈 他不接受 这个他比较强调 但现在呢 改革开放以后 是婚姻的变化可能 这也是一个 也出现了跟外国 这个点我觉得 泰国也有 泰国人有些人 也嫁给了外国人 这点我觉得 中泰是相同的 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婚姻方面 我觉得比过去更自主 过去是父母包办 现在父母只是 做一个参谋 而且这种 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 会出现多种多样 过去中国 特别要结婚 不结婚人家要看你 这个30岁了 为什么不结婚 但现在有很多就结婚 比较晚 或者不结婚 还有结了婚以后 不要小孩 这种丁克家庭也有 所以这些都是 中国在婚姻当中 细俗的变化 还有中国过去实际 经常我觉得好问 一见面就说 你好 请进 请坐 请喝茶 完了聊一会儿就问 您多大年纪了 您结婚了吗 你有几个孩子 这中国人 常常要问这个 在过去 泰国人好像不太喜欢 来问 中国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四年 慢慢的这方面也有改变 为什么要问呢 觉得我们俩是见面嘛 熟悉是朋友 要关心你 是吧 你多大了 你这个结婚没有啊 结婚有没有啊 这表示一种 这种就是在西方不接受 所以中国现在也慢慢的改变 就是说见面 不再问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一种进步 包括我自己 过去也是在42年前 比高兆能够结婚 1978年 泰国前总理江萨 常常常南 去中国访问 当时在人民会大会堂请客 我那个桌 我现在是丙厅宋达软 Ponek Brehm 他当时是陆军司令 他参加 因为邓小平还没有讲话 人家说我们就聊天 我就问他 您 有几个孩子 我就看他 我看他有四五十岁了嘛 在中国肯定要结婚了嘛 Ponek Brehm 他就笑笑说我还没结婚 我说这个呢是我这个一个出了一个洋相啊 就是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因为他们去访问好多天比较熟悉了就要问这个 那现在那我知道我也不会再问人家这种可笑的问题 这就说明就是中国人在习俗代课当中的过去的一种习惯 但是现在有变化了现在你去的问他他也觉得很怪怪的你怎么问我这个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变化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中台文化的差异它有哪些原因差别为什么产生差别还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再一个就是有哪些地方表现出来了中国中台文化差异的一种表现我希望我这个也是给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中国文化能够对大家学 学机汉有所帮助有不对的地方也请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多多指教谢谢大家再见